随着沙海的热播,剧情马上就要到了尾声,在最新剧情中,苏南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,因为崩开的雪山就要融化,所以他和无邪,就要走上你死我活的地步。 对于这个结果,苏南并不想看到,因为他不想无邪死,可能接触一个人多了,心里总会有不自觉的特殊感情。 下面看看以下剧情,苏南的这一句话很细节,在最新一集中,苏南虽然一直盯着雪山的太阳,可他却因为雪盲导致暂时性下冷,心里却一直想着雪山融化,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杀死无邪。 可他真的下得了手吗?在他的心里恐怕早已有了答案,便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,他好想自己和他一辈子都困在这里,不受人控制,只想摆脱光家人的束缚,好好的做一回自己。 可无邪却一直用珍贵的养奶要治好苏南,不领情的苏南却发脾气说,你怎么还不明白吗?我眼睛好了就会回来以前无法抉择的自己。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好好在这里过日子。苏南的这一句话很细节,就连网友都读懂了,无邪怎么可能不会懂呢? 可无邪却一直穿着明白装糊涂,是因为他心里早已有了一个日夜牵挂的人,那个人便是小哥张琴灵。 无邪把自己的故事透露给了苏南,其实他可以普普通通的买房买车,找一个本地姑娘结婚生子。 可因为他的好奇心害死很多身边人,为了救三叔把葵子和安盈害死,为了帮小哥是把潘子和云彩害死。 他只想身边每一个人都好好的,可老天就是这样跟他作对,无邪感叹道,人都是被逼出来的,有些事情只能一个人面对,逼着自己做蛇曲。 时间长得也就会慢慢习惯了,其实,苏南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,可他也是没办法选择。 就像无邪说的那样,人都是被自己逼出来的,有些事情是自己无法选择的,可还是要一个独自去面对。 苏南其实是喜欢无邪的,可无邪是要穿着明白装糊涂,这不是又的连累姑娘吗? 上一个害死的阿明,这一次苏南的结局会怎样呢? 欢迎大家到下面评论区留言,说说你对苏南何无邪这条感情线到底成不成。